OuGiGiBong OuGiGiBong 童话你做英雄 OuGiGiBong 让些心中流动 OuGiGiBong 一切向我受众 OuG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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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 倘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住住下就不用败 哦 举举棒 童话你做英雄 哦 举举棒 让些心中流动 哦 举举棒 一切掌握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 小猪猪 小猪猪 怎么掉下去了 小猪猪 小猪猪 你快醒醒啊 小猪猪 小猪猪 求求你没事吧 你是谁啊 你摔失忆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对呀 现在我已经失忆了 那个马桶改造噴泉的事情 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屁了 你就别装了 骗不了我的 迷糊老师 节目典礼还没有完呢 我们赶紧上去继续吧 原来 这里就是地图上的入口了 哎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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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算了 还是回去找菲菲玩吧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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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啊 哈哈 嘿嘿 嗯 这里可真暗哪 如果有个手电筒就好了 哎 看地图 嗯 好像就在附近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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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观众 我现在正位于传说中最恐怖的下水道 有目击者称 这里的老鼠已经发生了可怕变异 它们可以用目光制人于死地选择 啊 这些老鼠眼神不暖 是 被它们叮嘱的人 手间会感到浑身发热的 一样的心脚丫子 啊 进而出现幻觉 认为自己的脚丫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然后情不自禁地去啃自己的脚丫子 啊呀 那边有只便衣的老鼠 哦 那是我的手电筒 哎呀 小伙子 不要在这里乱讲话嘛 真是差点给你吓死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 我是不会乱讲话的 我在这里就是要亲眼证实便衣老鼠的存在 喂 我以前怎么没有在电视上见过你啊 嗯 这个 嗯 目前还没有电视台录用 不过播音员是我的梦想 我是不会放弃的 哦 哦 你就睡在这儿啊 嗯 想找好新闻 吃点苦 不算啥 嗯 好样的 我这里正好有个不错的题材 对你来说 也许是个好机会 什么题材 全程报道 考古发掘的过程 太好了 在什么地方 等一下 小福 开始工作 各位观众 这位自称考古学家的老人 嗯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我其实很年轻 而且也不是考古学家 哦 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 这位举着搞头的小伙子 即将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今天 他将新手挖掘出神秘的史前文物 让我们重新认识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 嗯 嗯 嗨 嗨 一本搞头 是您居家旅行 挖掘陷阱的必备工具 嗯 请不要擅自在节目底乱加广告 哦 哦 好好好 我现在就挖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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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快出现了 旁边 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 啊 啊 什么东西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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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玫瑰 爸爸 明天就是你十五岁生日了 只要你生日一过 祖宗就会失效 到时候你就可以到城堡外面去玩了 啊 真的吗 仿车出现了 仿车出现了 出现了 仿车出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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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王 外面有人说仿车出现了 啊 带他进来 是 让他进来 是 仿车出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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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仿车 我这里有仿车出现的画面 我需要一枚金币 原来是个骗钱的乞丐 带走 走 喂喂 不是 爸爸 我看他不像坏人 给 谢谢 立即通缉这个人 是 国王陛下 谢谢你为我的安危担心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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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谢 不用谢 我们下去 哎呀了不起啊 竟然可以将积木元件结合得这么完美啊 你们是 不许弄 看我的珠子弹 你 你们是 你这个窝藏仿尺的罪犯 我们是来逮捕你的 我藏仿尺也快追啊 废话少说 看我的珠子弹 打不中他 有话好好说嘛 这么厉害 想当年我一分钟内可以拍死一万只苍蝇想捉我 这回还怕打不中你 走啊 走 快上 这是怎么了 各位观众 我现在正在位于拼装学院里 窝藏仿车的前一半已经被拘捕了 这不是蜜虎老师吗 以后的案情进展 请随时关注童话新闻 好 蜜虎老师被抓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 蜜虎老师被抓走了 啊 为什么 可能是被学生留的作业太多了吧 你们的蜜虎老师刚才去下水道考古 挖掘出了一辆纺车 他为了进行研究竟然拒绝将纺车销毁 触犯了玫瑰国国王十五年前颁布的法令 幸好我及时将当时的画面播给国王 不然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啊 是你 告发了蜜虎老师 对不起 作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 我必须客观地报导事实 而且 明天是玫瑰公主的十五岁生日 我不能让悲剧发生 蜜虎老师只是喜欢研究 他绝对不会用纺车去伤害公主的 那你说 蜜虎老师为什么偏偏在公主过生日前一天 挖掘出纺车 啊 是 是黑博士 是他给蜜虎老师考古地图 原来他是有预谋的 黑博士 看来蜜虎老师以后就不能给我们上课了 我还真有点难过呀 你可跟我去找黑博士 黑博士 超级品座 超级品座 啊 救命啊 别摔太快啊 我们赶紧进去 走 推广市 快开门 推广市 别敲了 里面没有人 你没看见门窗都上锁了吗 他要是逃走了 那迷狐老师的罪名就更洗不清了 迷狐老师下辈子 可能就要在监狱里渡棍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 啊 辽阔的森林 落下一片雨 传来的声音 细细林林 是雨点在拥抱消息 思念的旋律 不言不语 天上的浮雨 尘风和星星 闭上我和你 都在倾听 小草慢慢钻出大地 绿色的旋律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都在这一片子 你会做的旋律 都在这一片子 不训达我 感谢观看